知识咸香甜 酸奶就喝 可言可甜的 找知识了 孟茴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台上的女嘉宾 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侯俊和 今年32岁 来自格尔渡天晋 讲的现在娱乐 有点 下来有一种 到自己的演唱会的感觉 对 拍起来 接着奏乐 接着 好像有舞台经验一般 而且那个鞋带 还有五颜六色的 蛮开心的 骚气的鞋带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 世纪家园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 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大告 跑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女生 在我喝酒的时候 可以做我的警报器 就提醒你不要喝多了是吧 张震 我不会做你的警报器 我会做你的挡箭牌 因为我比较能喝吧 有点反耳赛 那你能有多能喝一般 你能喝多少 我白酒一般半斤起步 那你不行 哎呦 我的天呐 这个对话短短两句是刀光剑影啊 我跟你说 在喝酒的时候 认怂不丢人 一点不丢人 你看我帮你问一下 台上超过这个酒量的女生举手我看看 你自己看看吧 他能喝 所以陈铭我告诉你 真的是女性的身体的耐受力 全方位的超过男人 绝对的 包括酒精的耐受力 要不然平均寿命为什么长那么多 对啊 女人活那么长 男人干杯就没了 对吧 对 你也喜欢喝点酒是吧 因为我一般喝酒呢 就是在喝第一杯酒的时候 难以下咽 但是第一杯酒喝下去之后 后边就无法控制 假设孟老师坐在我的对面 我就会说 你看咱们坐对门啊 得喝一个 就会一直喝 23号 男嘉宾我问一下 那如果女生不喜欢 就是你喝酒怎么办 小酌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总是去跟朋友 一杯一杯一杯 我不太喜欢 那我就尽量的少喝 你看假设啊 你去厕所或者你干什么的时候 我这一杯酒 我趁你不注意 咱俩赶紧干一个 干完了这一个之后 赶紧再倒回原来的这个 你就打算你的余生 这么鬼鬼祟祟祟的过下去吗 没有 就是偶尔嘛 咱不能让女生不开心 我觉得是这样的 相亲就是这么回事 像23号这个女生呢 她就应该找一个 不爱喝酒的男生 有很多这样的男人 你就不能找他这样 你就应该找那样的 你爱喝一点 我也爱喝一点 愉愉快快的 但是我还是这个话 谁都不要酗酒 都不要过量 干嘛非得找一个 别别扭扭扭的呢 没错 孙男 那我想知道你喝多 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酒品呢还是不错的 我喝多了呢 就爱回家睡觉 我跟你说一个酒品 陈铭老师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是个 在我心目中特别好的 她酒量真的一般 是属于及格线以下很多的那种 但是我跟她有一次喝酒 她有一个细节 一开始说不喝 说不喝 几杯一下去 怎么一说到激动了 拎着一壶说 咱们弄一壶吧 弄一壶吧 干杯 也不知道谁好心 给她倒的那一杯是水 她咔一口喝下去 不对不对 这个不对 这是水 从来 可恶 她不说谁知道 是真的想喝酒 那个时候真喝多了 那一般没喝多 也不能干这么傻的事 就是在喝多了的时候 我们看出一个优秀的人品是这样的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女生在马路上 就是要求我帮她系鞋带 你前女友干过这事是吧 所以你弄了这么骚气的鞋带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前女友也是在马路上 非要让我给她系鞋带 你说当那么多人面对吧 你说给她系鞋带 还得蹲夜系 搞得跟求婚赛的是吧 我就给她系了 系完了吧 她还要求 你看看人家网红系的多好看 你系的这个 然后这个鞋带是那个 这是之前网上很火的几张图片 对对对对 我系的这个 都是一些这个网红技法 多不好 对吧 这件事觉得男朋友在街上给你们系鞋带 你们很享受很喜欢这个事儿的女生 举手我看看 我的天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不希望生在马路上 就是要求我帮她系鞋带 好 那觉得挺不喜欢 甚至有点反感这个举动的女生举手 我看看 也有不多的几个 23号 说一说反感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很 就是有点很肉麻 我喜欢自己系鞋带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边 你看23号多么特别 在喝酒的事情上面 她正好跟你不一样 在鞋带的这个领域里边 她跟你高度契合 你看这怎么办 这不就要打平了是吧 再看第三关 冯昆阳 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说 你不喜欢宠女朋友 或者说不喜欢让别人知道 你很宠你的女朋友啊 请问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我很宠我的女朋友 我的意思就是 你让我给你系鞋带对吧 我都给你系了 但是你还是要求 我必须得给你系成 网红的系法对吧 那我是真的不会问题事 其实我是这么想 我可以理解你们对这种 恋爱当中高甜度的这种 爱情的相往 但是我觉得爱情 它也有很多样子 不同年龄的人 不同性格的人 宠女朋友 和他们对甜蜜的 爱情的那种想象的情景 场景 细节是不一样的 那个孟老师 我实际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叫当街 对 就是当街是 周围有很多人的时候 你帮我去 和没有人就在家 我觉得是完全两种概念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我给你999的玫瑰 夜里一点多 让保安悄悄送你家去 没有一个人看到 你要吗 没有人要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在办公室所有其他 尤其是你讨厌的那些妹子 在旁边的时候 来了一把玫瑰花 哇 这谁呀 谁呀 这些事都是为了给别人看 如果别人都看不到 要她干嘛 许吉平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的女朋友 她不是故意想让你给她系鞋带 你们俩走在街上 她左手拿着书 右手拿着冰淇淋 然后鞋带突然散了 你再不记就绊倒了嘛 这个就特别合理 这对女生来说 这是一个撒娇的行为 但是在我看来 她更像是女儿跟爸爸撒娇 鞋带开了 你帮我记一下 鞋带开了 你帮我记一下 鞋带开了 你看看 我发自内心地想了想 如果我的男朋友鞋带散了 我愿意当街蹲下来给她系鞋带 多少女生我想问一下 能够当街帮男朋友系鞋带 23号有意思 她不要男朋友给她系 她愿意给男朋友系鞋带 来 你发表一下后奖感应 就是我觉得如果她 她就是真的鞋带松了 我作为她女朋友 我就确实应该帮她系鞋 这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反过来 就是如果男生真的很在乎 就觉得说当街帮我系鞋带 她会觉得就是 有损她的颜面的话 我觉得我作为她的女朋友 我应该保护她的这个东西 究竟我应该宽容她 我说我这没有什么吗 我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我想问孟老师和陈老师 如果你们当街正好鞋带那个了 你们老婆愿意蹲下来 给你们系鞋带 你那一刻的内心是觉得 很骄傲 很开心 还是觉得好肉麻 不会 我绝对 我绝对不会 我在街上鞋带散了 如果有个女人帮我接鞋带 别人会怎么看这个男的 就这种感觉 你这个男人是什么人 我要脸的 对不对 干不了这个事 我也是 我就下一期肯定会往后退 我说不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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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时候我会 像我老婆的话 我喜欢她的原因就是 她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可以很高傲的样子 那为什么我要让她低头呢 看第一条片子 姐姐 您吃的吗 吃的骂就是 又离哥 你干嘛去了 吃的 骂好吃的 都说天津人嘴巴厉害 自在相声属性 而我就是个 不会说相声的天津人 我是一个爱吃的天津人 但和一般的天津人不一样 我早餐啊 喜欢吃海鲜 最喜欢吃的就是龙虾 很早就实现了龙虾自由 高蛋白 低脂肪 对人的身体呢 是非常好的 怎么吃都不会胖 我不仅爱吃啊 还很会吃 烤了营养师 资格正 喜欢吃海鲜啊 是因为含辛的量特别的高 吃海鲜的时候啊 得配上主食 碳水化合物 会帮助合成能量 再喝些苏打水 跑个步 吃东西啊 要吃的爽 还得健康 朋友们都知道我懂吃 都喜欢问我去哪吃 我一推荐啊 他们就都去了 于是啊 我也成了朋友们间的 美食种草鸡 因为我爱吃啊 还懂吃 所以投资了海鲜店跟奶茶店 未来的我也会投资 更多的美食产业 继续保持我的热爱 做人群中最耀眼的一道光 大清早就吃龙虾 因为我酷爱吃这个海鲜 因为天津呢就是有一个老话 叫什么呢叫 借钱吃海货呀 不算不会过 嗯 嗯 他和龙虾的可以 这只龙虾呢也是我请朋友吃的 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大的 我平时吃的都比较小 每天吗 龙虾我一般就是一周吃一次 但是呢每天早晨呢我会吃点海虾 或者螃蟹 早晨我也不是都吃龙虾 也是螃蟹 巴尔赛吧这是 陈敏老师你的早餐是 我们武汉一直自诩为就是早餐圣地 每天早上就是四五十种选择 可以不重样 来说一说你们的早餐都是些什么东西 冯昆阳 我早餐也是米饭 你就是那个干饭人是吧 对 他说他有龙虾自由 我有米饭自由 好吃 解馋 管饱 便宜 不胖 米饭还不胖 我胖吗 你胖的日子在后边的 13号 你好 我也是天津人 但是我在上海已经很多年了 就是你有想过说 我们会来上海先生活 以后老了再回老家养老这种问题吗 等于你的意思就是说 年轻的时候在上海 然后 对 因为我知道天津人 其实真的不爱外嫁 然后我遇到一个天津人 我也挺心动的 挺心动的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两人要是在一起 要是真在一起的话 这个是可以的 我觉得 那你一只龙虾两人一分就完了 但是我不知道她爱不爱吃海鲜是吧 我特别爱吃海鲜 然后就觉得天津女孩应该没有不太爱吃海鲜了吧 天津女孩一般就是爱吃海鲜 而且还会爆这个海鲜 就能过一块 那你会包海鲜吗 不会 只会蒸螃蟹 她吃 她早餐也吃螃蟹 可以 可以 合适 合适 135 龙虾246 螃蟹 你是一个营养师 你那个早晨吃螃蟹和龙虾 对健康没有什么 这个海鲜啊 其实就是吃多了呢 可能会这个飘零 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喝点这个苏打水 哦 三减中和 那酸奶没有吗 酸奶我一般都是喝酒之前 喝点酸奶 我来点酸奶 11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刚才你说 喜欢在喝酒之前 就喝点酸奶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习惯特别好 所以呢 今天在这里 给男嘉宾推荐一款 我们的君乐宝 长芝士啦 芝士酸奶 一样又美味 一袋亮刚刚好 好 天津话的这个特点 你归纳一下 每句话结尾是 尾音是 是骂 是骂 你干骂了 天津这个骂啊 其实就是什么的这个意思 武汉话的特征是 就加个沙 我觉得这个归纳的很准确 就什么都有 有没有 摩斯沙 一个摩斯沙 什么什么啰 就是长沙的 那确实是这样的啰 还有谁总结一下 你们当地的方言特征 许吉平 大家好 我是绍兴人 然后我们那边呢 绍兴自古出师爷 因此呢 我们那边的方言 都会带一个栽子 就比如说 就是我吃过了 吃过灾 曾经好几年前 就有说这个财务自由 它也是分层级的 比如说临时自由 超市自由 商场自由 这是龙虾自由 我觉得在这个上面 还有一种自由 叫工作自由 我想工作就工作 我不想工作就不工作 对 那其实孟爷爷说的 就是财务自由了 财务自由的意思就是 被动收入 大于平均支出 有些 你的那种资本利得 我不用工作 我投资 他就有回报来了 当然也可能赔钱 都吃成龙虾就没事了 看下一条 我有段印象深刻的恋爱 我们是在外甥女的神助攻下 认识的 小姐姐你什么时候在演出啊 时间可不一定啊 那你家我就有个微信了 因为这样我们有了联系 渐渐熟悉 我们就在一起了 这段感情中 我面面俱到 她想要的 我都会满足她 我就怕女孩子哭 有一次她在外地 她跟我哭诉 她的东西特别的多 打不到车 我就立马从天津开车 过去帮她 所有的付出 换来的却是欺骗 在家帮她整理东西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她的 学位证和结婚证 名字是假的 岁数是假的 竟然她是已婚 她强烈挽留我 说要去离婚了 跟我在一起 但我接受不了被欺骗 哪怕是善意的谎言 我还是会选择离开 美好的故事 也许都有遗憾 虽然经历过彷徨和欺骗 我依然是一个主动的人 我的恋爱 都是六个月起步 前三个月是热恋期 之后才是恋爱问题的暴露期 这时候 两个人恋爱的真实问题 才会暴露出来 希望未来的她 成熟包容 不负我爱 奔赴山海 你愿意和我一起 看见人间央合吗 宋芳瑞 你好 男嘉宾 我看到你的VCR说 就是说 你的恋爱不是六个月起步吗 就是后三个月 就是感情的暴露期 但是你有没有当时想过 怎么样去解决呢 这个我想过 就是两个人磨合 我觉得沟通也挺重要的 我的这磨合力 也包括这个沟通了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 你的恋爱最长的时间是多久 最长的时间是两年 最短的呢 最短的就半年 顺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刚才看你说那个成熟包容的女生 我就觉得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女朋友 其实我自身缺点没这么多 我也可以包容对方 然后我想知道之前这个恋爱问题 是你的问题多一点 还是女生的问题多一点 我觉得这个都有 因为我说为什么要打这个六个月的这个基础呢 因为我认为啊 就是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啊 就是属于热恋期 对吧 热恋期呢就是热恋当中的人都是傻子 可能我骂你一句 你骂我一句对吧 可能都觉得很开心的意思 但是半年过去了呢 可能呢就是不会像之前那么收着了 两个人呢如果能磨合好了呢 可能就会磨合到一起 我觉得暴露问题 并不是什么很难解决的事情 嗯 如果就是像你说 双方可能都在互相暴露所谓的缺点 但是互相都没有一个欢容 然后解决方式的一个方式方法 就是很难其实也走在一起 别说你们吧 长得也挺帅的 说实话对吧 生活质量也这么高 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对啊 我想问老乡怎么了 对 你找到老乡不容易 到底哪儿不对了 我觉得包容吧 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很包容 心很细的人 好 谢谢 没事 是这样 如果给每一个来的男嘉宾 找一个关键词 这哥们儿应该叫龙虾哥 龙虾哥 嗯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每天吃一只龙虾 或者隔天吃一只螃蟹 对 这都是个人的事 没毛病 但是呢 一般来说在公众面前说的时候呢 他会给听众 有可能会造成轻度的 或者程度不同的一点不适 对 绝对的 这件事有点类似于 当街给你系鞋带这个事 这个事儿 有的感受就不一样 我和我男朋友系鞋带这个事儿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儿 但是一到当街了 就会给别的人有一些不适的感觉 包括你就不适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其他没毛 谢谢 谢谢 如果你有本痛 听给你 他的味道 你回来了 你尝试 你听说 我rawf 你own 干吗 我满